Seriously? Hey guys! It's me, 若文煌 我今天一整個早上都在掙扎 到底要不要做直播 不過你知道嗎 因為我今天早上起來心情非常不好 呵呵 所以掙扎了很久 一直在決定到底要不要做直播 不過到時候還是決定 還是上來跟大家討論這些 呃... 蠻沉重的話題啦 在我開始之前 先自我介紹一下我的名字叫若文煌 我是個作者、靈性教練跟靈媒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話題就是 憂鬱症是什麼 哈哈哈哈 呵呵這個真的是蠻沉重的話題 嘖 在我開始之前 我... 我... 先分享一下自己的經驗啦 你知道就是在我... 其實在我開始這一段 你知道 靈性旅程之前 我曾經有過一次很... 很嚴重、蠻嚴重的 憂鬱症 我曾經經過一次 蠻嚴重的憂鬱症 然後那一次很嚴重就是因為我... 我有... 仕途你知道 呵... 仕途想要自殺 可是你知道 自殺未遂嘛 自殺未遂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小孩子還很小 那可能是因為小孩子 嚇到小孩子了 然後還是幹嘛 然後... 突然之間就清醒了嘛 呵就清醒告訴自己說 不要再做這種蠢事 然後在那陣子的時候 因為我也還不知道 就是靈虛... 靈虛的路程也還沒有開發 然後也不知道說 自殺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嘛 然後以為那個就是解決之道 不過可能是因為小孩子的眼神 還是幹嘛 讓我... 就是有清醒起來 清醒起來告訴自己說 不要再做這種... 自殺的舉動、愚蠢舉動 然後想辦法把自己... 你知道 調適到正常的狀況這樣子 然後我還記得啊 你知道我們這種... 我們這種人其實蠻賤的 呵就是其實越痛苦的時候 反而會... 就越會笑出來嘛 然後我還記得那一天 老公回來說問我說 啊你今天怎麼樣 我甚至還跟他講說啊 就差點自殺... 就自殺未遂嘛 然後老公還以為我在開玩笑 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種人 呵呵常常會讓人家覺得 我們在開玩笑嘛 對不對 然後是一直之後發現 就是開始的... 靈... 靈學入程之後 我發現說自殺真的是一個很蠢的舉動 所以之後也就不列入考量了嘛 然後一直到兩年前的時候 兩年前的時候 我又經歷過一次蠻嚴重的... 蠻嚴重的... 呃... 憂鬱症 然後那個時候的我感覺 又像是被放到十字路口嘛 決定說我現在該怎麼辦 我現在怎麼會把自己搞成這個樣子 你知道嗎 可是跟十幾年前 唯一不一樣的一點是 那個時候的我已經開始懂了 其實就是懂了我今天跟你們分享這些嘛 然後也接觸到很多客戶 也認識到很多的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的我 就有點像被放在十字路口說 那現在該怎麼辦 我是要依照傳統的那個方法 就是用藥意志我呢 還是... 驗證這些年來 我的理論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你懂嗎 因為我可能接觸過很多的 呃... 憂鬱症客戶 然後也不斷地給建議 可是我覺得那個時候的 我像是上天給我考驗說 好如果你真的覺得你的想法是對的 那就證明給我看 所以那個時候我到最後的決定是 好我就要證明給他看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子嘛 我個性一定就是... 硬要把自己當死老鼠再依嘛 呵就是白老鼠再依嘛 然後一定要親身體驗過 才有辦法知道 這個東西到底是有沒有效的 到底是不是適不適合普遍使用的 你知道嗎 然後... 所性的它雖然花了一段時間 可是到最後就是也可以把我拉... 就拉出來嘛 拉出憂鬱症這個不斷地循環裡面 因為其實憂鬱症應該都知道啊 你從... 你永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時候發生 然後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怎麼結束的 你知道 然後最重要的是 很多人在憂鬱症當下的時候 事實上沒有辦法講出我有憂鬱症 你知道嗎 這其實真的是蠻... 蠻讓人家困惑的 反正anyway 在那個... 在那一次之後 其實我就開始對憂鬱症做比較... 認真、完整的整理耶 就是說我開始回去追尋然後研究 甚至是未來之後開始不斷地研究 他們之間到底是什麼東西會引發憂鬱症的產生 或者是到底是什麼狀況 還是... 你知道嗎 就是做一個比較專業的研究 然後研究到底是他們之中... 他們之間相同的模式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希望我能夠研究出來 我才可以預防它的未來再度再發生在我身上嘛 然後也是這個時候我才發現說 其實啊 憂鬱症這東西其實真的是很普遍的疾病 它其實它普遍到你真的無法想像 我應該可以跟你很肯定講說 我們每個人幾乎都有少幾量的憂鬱症存在 只是你知道我畫了一個很簡單的圖嘛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其實憂鬱症在我研究之後發現啊 它其實就是 當你的外在行為 當你的外在行為 跟你的內在靈魂產生太大差距的時候 它就會導致憂鬱症的產生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例子就是跟你講說 我舉個例子跟你講 假設我今天的靈魂是一個很愛冒險 很愛心事物 很愛很愛能夠勇於表達 然後想要當完全真正自我的靈魂的話 可是我的外在 我的外在卻是告訴你說 不不不你不要做冒險的事 你就是做辦公室的工作 你就是做那種一成不變 朝九晚五的工作 因為你領死薪水 這樣死薪水才是好的工作 你知道嗎 不是那種到處走來走去 然後你就是不要亂講話 人家講什麼你就聽什麼 你就是少數服從多數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就要想辦法融合 當你的內在這麼愛冒險的人 活在一個這樣什麼東西都被壓抑的情況下的時候 他久而久之他其實就會引發憂鬱症 所以我今天要跟他講說 憂鬱症是什麼造成的 憂鬱症其實很簡單 道理 憂鬱症的原理其實是很簡單的 他就是你的外在行為 跟你的內在靈魂產生太大的差異的時候 他就很可能會造成憂鬱症的發生 通常憂鬱症的起源 所謂的起源 他通常都由於一件事件的發生 不一定是一件可能是很多件 事件的發生不斷重複的發生 這個事件會產生某種情緒上的壓抑 就是 假設我是這樣子的人 可是我要壓下來 不要成為這樣子的人 當這種東西成為一種習慣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久而久之 你的外在行為跟你的內在行為 就產生脫節的狀況 當他一旦產生脫節的狀況 他到了某個百分比的時候 他就會導致憂鬱症 所以我在這邊就畫了一個 很簡單的圖給大家看 今天假設我們脫節狀況 是從0到100來講好了 這是你的外在 這是你的靈魂 當你的外在 越與你的靈魂接近 也就是你的內在 其實想成為這樣子的人 而你外在也是這樣子的人的時候 你其實就越會是快樂的人 你知道嗎 當這個距離到50%的時候 你其實都還是個 還可以是個正常人 為什麼 因為你即使 我們的人 我們人的忍受 呃 可以忍受受虐的程度 真的是很高 你知道嗎 50% 也就是說 你一天之中可以有50%是不快樂的 你知道嗎 只要你還有50%是快樂的 它就會讓你的生活成為一種平衡 就是即使我是50%不快樂 即使我可能在公司上 公司上面沒有辦法當自己 可是我回家還可以舒適的當自己的時候 它就會造成某種平衡 它就會讓你覺得說 自己其實是沒有憂鬱症的 什麼時候憂鬱症才會被人家 開始有一點點發現呢 它基本上在60%的時候 60%的時候 在我的觀察裡面 它叫所謂的輕度憂鬱症 輕度憂鬱症也就是說 你可能會有 嘖 心情不好 人家可能會開始搞靠近你的時候 覺得啊你知道 他是不是屬於稍微有點負面的人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其實一般都會 大概有這樣的感覺嘛 就是你會開始有點心情不好 那可是正常人會很容易 把那樣子的狀況解釋說 啊你可能就是 你知道嗎 周期來啊或者是 剛好你今天心情不好啊 或者是幹嘛啊 對不對 他們很容易把這樣子的情緒忽視掉 因為他們覺得說 可能就是你知道 once in a blue moon 你才會這樣子嗎 他其實在百分之六十的時候 當你的負面情緒 負面情緒 多於你的正面情緒的時候 到百分之六十比分比 百分比的時候 其實你就 可以讓正常的人感受到 你好像有一點點憂鬱症 他到百分之七十的時候 人家就開始有點歸類你 成為稍微嚴重一點點的憂鬱症 為什麼 因為你會連 好像動作就想哭嘛 動作就想哭 因為為什麼 你可能要問說你為什麼要吃什麼 然後你不知不覺就開始哭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自己沒有辦法決定要吃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然後當你覺得自己沒有辦法決定吃什麼東西 就覺得說 我怎麼這麼無能 我連自己要吃什麼東西就不知道 或者是你不斷在跟人家講說 啊我遇到什麼事 我遇到什麼事 遇到什麼事 然後人家把它當作關心抱怨 你的關心抱怨 你知道嗎 他們也就忽視掉你了嘛 所以我會說在七十之前 你都還算 人家都還把你算是 你可能有憂鬱症 可是你蠻正常的 到八十的時候你其實就會把自己隔離開來了 我之後跟你講為什麼你把自己隔離開來 隔離開來 基本上到百分之八十你就有點嚴重 也就是說 其實你是憂鬱的 可是 你並不會把你的憂鬱跟別人講 也就是說在百分之八十以前 人家都還當作你在當作發洩 你不高興在發洩而已 你到八十的時候 其實你就開始封閉自己了 因為你活在一個 你覺得 你會開始質疑自己為什麼要活著 我的價值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這是我嘛 因為我說過你的外在跟你的內在 產生太大的差距了嘛 所以你開始質疑這個靈魂 到底是為什麼要活著 你知道嗎 然後那種很嚴重很嚴重的質疑創傷感 會讓你不自覺想要孤立起來 你也不會跟人家講說我有憂鬱症 對不對 到九十的時候通常就是蠻嚴重 其實九十的時候就是我大概第一次經歷的時候嘛 第一次經歷他其實就會有自殺傾向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開始完全失去個人的價值 就是我這個人到底是為什麼還要活著 你知道他已經沒有意義了 因為他不管在拿任何東西 實質上的東西來套用在自己身上 他覺得都不適用了嘛 因為他覺得他不管在做什麼多大努力 不管在做什麼樣 不管在怎麼強言歡笑 其實都是沒有用的 你知道嗎 所以今天我要講的是 很簡單一個道理 什麼叫做憂鬱症 憂鬱症其實就是當你的外在行為 跟你的內在靈魂產生太大差距的時候 你的憂鬱症比例就會像這樣子比例 你在五十之前人家都當你是正常人 稍微負面稍微更負面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憂鬱症 一般在憂鬱症的狀況下 你我們不太會跟人家分享說 我有憂鬱症 你知道嗎 真的有憂鬱症的人 尤其是 我不知道啦 像我那麼嚴重的話 其實我們不會跟人家講說 我有憂鬱症 通常會跟人家講說 我有憂鬱症的人 一般都是 度過了憂鬱症 就是我們已經度過那一段憂鬱症了 我們才有辦法講出來 我有憂鬱症 所以很多時候像我們剛才講說 我有憂鬱症 我最常聽到說 你為什麼不跟我們講 你為什麼不跟我講 你跟我講你有憂鬱症的時候 我就可以幫你啊 你早跟我講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重點是 我們沒有辦法早跟你講 因為當我們在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們誰都不想講 因為為什麼 很多憂鬱症患者 憂鬱症患者 他不會去跟人家表達 他內心的想法看法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不想要成為別人的負擔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們自己知道 那個靈魂的負擔 感覺實在是太沉重了 就是當我們外在 不斷的在期望下長大 不斷的在什麼擋大 我們內在 再怎麼努力 再怎麼努力都沒有辦法達到 那個標準的時候 我們其實已經知道 那種沉重感到底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不希望把那樣沉重感 加諸在別人身上 不希望讓別人對我們更失望 不希望別人造成別人的困擾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自己留著 就是自己來承受這樣子的東西 自己來承受這樣子的痛苦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 呼 今天 我其實本來想要講 全部講完 結果我發現我真的沒有辦法 全部講完 其實只是要大概 很簡單的跟大家講說 其實憂鬱症到底是什麼 憂鬱症對很多人來講 他可能覺得 你覺得說 啊這不是一個真的東西 這完全是想像的東西 可是我今天你如果有 發了我的部落格的話 你應該很清楚的知道 我跟你們講說 你的身體其實 它只不過是你靈魂的工具 今天 你的靈魂 你受的 就是說你的身體會 依照你的靈魂給的指定 而做反應嘛 所以今天如果你的靈魂受到 重傷 就是傷痛的話 其實 那種感覺是很真實 很很 真的是很真實 就是你的身體會感覺得到痛 對不對 所以很多時候 然後 當然我相信你們去Google去研究嘛 我今天只是以一個靈魂的立場 告訴你說我的觀察跟研究 當然你去做Google做很多研究 因為這是現在的世界 對憂鬱症做很多的學術研究嘛 然後他可以跟你說 呃憂鬱症其實大部分是壓力造成的 沒有錯 其實它算是一種壓力造成的疾病 為什麼 就像我說的 當你的外在是這個樣子 而你的內在不是這樣子的時候 你會不斷的給自己壓力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達到這個樣子 就算我達到這個樣子 為什麼我還是不快樂的 你知道嗎 你會不斷的在這種掙扎中 拉扯 拉扯 拉扯來拉扯去 所以你才會不斷的搞到自己說 為什麼我做這個也不對 做這個也不對 我到底要做哪一個才對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才會把自己搞得這麼憂鬱嘛 所以沒有錯 可是我今天只是想要很簡單 很簡單化的 介紹給大家 告訴你什麼叫憂鬱症 憂鬱症 你的外在跟你的靈魂產生太大的差距 它就會造成所謂的憂鬱症 也就是你的每天行為模式 你的行為說話思考模式跟你可能是 它可能是符合現代社會對你的要求需要 可是它並不是你真正靈魂想要成為的人的時候 它就會造成這樣子的拉扯 當它這拉扯差距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就會造成所謂的憂鬱症 也就是你不快樂時間多於你快樂的時間的時候 它就失去所謂的平衡 當它失去所謂平衡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產生憂鬱嘛 對 反正anyway 我今天其實只是很簡單的 想要讓大家了解一下 憂鬱症是什麼 它其實是一個很長的疾病 你我可能都有某種程度上的憂鬱症 只是就像我說的它沒有達到百分之五十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沒有辦法去真正 偵測到它的存在 因為它對我們印象中不大嘛 因為我們的快樂的程度可能會覆蓋過我們不快樂的程度這樣子 可是今天 呼.. 我希望明天 明天的時候我來跟你們分享一下說 我是怎麼把自己拉出來的 對不對 可是今天我本來以為可以講全部 現在可能顯然是沒有辦法嘛 呵 顯然是沒有辦法 所以 嗯 在這邊其實想要很快 很快的給大家做個總結啦 我們 現實生活裡面常常活在期望當中 就是期望當中 有些時候這些期望不一定 它可能是我們的功課 可是卻不是我們的目標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我們其實是 是可能安排這一輩子還是來研究 到底是要怎麼克服這樣子的功課 可是卻不是把這樣子的標準 拿來當做我們生活的準則嘛 對不對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的確 在內在的時候給我們太多 太多心靈的壓力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達到這樣的標準 為什麼我做了 可是還是覺得好像不對 因為其實到最後 就像我說的 為什麼會研究到這麼多疾病 為什麼會研究到這麼深深刻入骨 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自己本身也體驗過 我知道那種感覺到底是什麼 那樣子的感覺 今天為什麼會這樣子跟大家分享 其實啊 我相信真的只有一個重點 今天跟大家分享憂鬱症到底是什麼 真的只有一個重點嘛 就是 我知道當我們在掙扎憂鬱症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很難說出口的 我們就是說不出來 我們也沒有辦法分享 我們也不知道到底誰可以來救我們 你知道嗎 很多時候 當我們來跟人家講什麼時候 朋友可能講說 啊你應該這樣 你應該這樣 說真的 今天 一個走過來的人立場來跟你講 身為憂鬱症的人 都知道他們應該做什麼 他們應該做什麼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那些應該要做的事情 跟他們本質相差太遠 所以才會造成憂鬱症啊 當然 你會說你應該快了一點啊 我當然知道 我要是可以像選歌一樣點快了 我當然會點啊 可是我就是沒有辦法嘛 你知道嗎 你應該要這樣子啊 你應該要 你知道樂觀一點啊 正面一點啊 你應該要這樣子啊 說真的 所有在掙扎過憂鬱症都知道 他們應該做什麼 可是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 你知道嗎 我們都知道我們應該要做什麼 可是也是因為 我們一直都知道自己應該要做什麼 所以當我們聽到你嘴巴說 你應該要做什麼的時候 它只會讓我們更覺得自己的 更加重自己的無能感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那種 你講我要應該 我知道我應該 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 那那種感覺其實 只是讓我們覺得更自卑 更沒有用而已 你知道我意思嗎 可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 我因為也是一個過來人 如果 你也正在經歷過憂鬱症 我知道 拿出來跟大家分享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我知道 可是 你知道嗎 我相信 我相信現在這個世界上 不只是我一個人 不只是我若文一個人 今天在這邊跟你們分享 我相信你們如果去 YouTube啊 還是去網路搜尋一下 會發現有很多人 從憂鬱症走出來了 你都不斷要跟你們分享 他們的感覺 就是 你知道嗎 我 研究了一下發現 其實 不管我們這些人用的是什麼東西 不管是用講話的方式 文字的方式 還是繪畫的方式 還是 甚至表演行動的方式 來告訴你 其實我們都只有一個重點 我們的重點就是 你不是孤單的 你知道嗎 你現在不是孤單的 以後也不是孤單的 你知道 這個時候當下很難走 沒有錯 我知道憂鬱症這種感覺 其實就是 你知道嗎 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沒有人可以救我了 可是 我們在這邊 不斷的以各種方式 各種方式表達出我們的感覺 要跟你分享 其實只有一個 只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 你不是孤單的 你知道 我們曾經像你一樣 講不出來 沒有辦法分享 所以可以今天我們走過了 我們才有辦法拿出來跟你分享 我們要跟你講 你不是孤單的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如果 我們都可以走出來了 你同樣也可以走得出來 你知道嗎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今天會在這裡分享 我們會不斷的用我們的方式 我們的 我們的表達方法 我們的 你知道 各種 方法可以傳達 我們要表達的一件事情 讓你知道的就是 我們知道你在憂鬱症 的困境裡面 我們知道這很難熬 可是我們同時要讓你知道的是 你不是孤單的 你也永遠不會是孤單的 如果今天我們有辦法走得出來 我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 你一樣也可以走得出來 所以 今天在跟大家分享 憂鬱症這個過程的時候 只是想要 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的 讓大家有一個概念 什麼到底是憂鬱症 你知道 說真的 真的suffer through 憂鬱症的人 其實不期望你能夠救我們 可是 對於 那些現在正在 憂鬱症裡面 掙扎的朋友們 我們真的想要跟你講 我們也有過這樣的經驗 我們也知道他很難過 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 能夠在這邊跟你分享 我真的 真的真的 希望今天這一集 可以表達的 唯一一個訊息就是 你永遠不會是孤單的 如果我們走得出來 那你同樣也可以 希望 這樣簡單的訊息 可以傳遞給你們 好 我明天再來研究 明天再來討論我到底怎麼走出來的 希望對大家也有點幫助 同樣的如果你喜歡我的直播的話 歡迎你隨時加入我的直播行列 還是去我的臉書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是去我的中文網站 RUOWEN.CA 我們暫時就這樣 我們明天見 拜拜